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这次在风华学院里面来演的我觉得很不错 由男友如此夫妇和求 我们不妨细数一下这些年卑鄙的骄人战绩 论代言他从08年的5支广告上升至2012年的12支 论一影视作品自2010年起 他所参演的影片绝对可以用紧喷来形容 最近为打捞群众基础还接演了鱼妈的云中哥 而这一切都发生在他与黄晓明的恋情传出之后 反观教主黄晓明 每当有作品出炉 恋情就会被摆上台面成为宣传的噱头 面对恋情尽管两人打死不认 但这双赢的局面还是有目共睹了 邓超多年靠孙丽 一招翻身真不易 说完了教主和女神 接下来这对可靠谱多了 从幸福像花儿一样到甜蜜蜜 邓超与孙丽似乎一直处于女强男弱的状态 外界也一直把邓超定义为孙丽背后的男人 当初在接拍电影画壁 外界就一直在传 邓超出演男主角是因为孙丽的牵线搭桥 使得他出场大萤幕男一号的滋味 此后邓超也获得了与该投资公司的第二次合作 也就是令他演技得以飞跃的中国合伙人 甚至该公司还要为邓超的首次导演立作投资 由此可见 邓超取得今天的成就 与妻子孙丽的帮助是分不开的 刘凯威跳脱三线 威灭情才两不误 但要说到能把练节和宣传玩传得天衣无缝的 绝对要算是杨幂与刘凯威 从死不认账到大方晒幸福 期间两人暧昧不清的关系 就一直占据着各大版面 到关系正式确定以后 两人不仅在生活中你浓我浓 在事业上也是相互成就 隔三差五传婚讯 三天两头闹分手 刘凯威从名不见经传的TVB三线配角 上升为当红小生 而杨幂更是稳坐一线女星行列 在刘凯威监制的盛夏晚晴天中 杨幂还自降身价出演 力挺男友 既赤燥了话题 又帮男友省了钱 小两口这精打细酸的劲儿 可真是令人佩服啊 有顾全娱乐刘荣荣整理报道